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女大小时的YouTube频道 我是一粒蛋,不是Eric蛋 等错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女大小时的YouTube频道 我是Eric蛋,不是一粒蛋 OK,那么这一集的全民推荐之Laksa篇呢 也来到了第八集 也就是最后一集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到了斯纳丁一带的这一间甜心茶室 所以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美女嘉宾 她就是 大家好,我叫美威 美女你好 美威,美威 OK,美威你好 那么美威,我想问你一下 你平常会来这一间甜心茶室吗 这是我第一次来 第一次啊 OK,因为这一间也是美女人推荐出来的 OK,我们去体验一下它的Laksa这样子啦 所以好啦,我们就话不多说啦 我们就去尝试一下它的Laksa吧 全民推荐 带你体验 Let's go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准备好了没有 好 准备好了 准备好 没有拉萨吃了哈 没有 你没有吃才对吧 OK 好 这样子你来抽一个咯 你闭眼镜先 OK 可以开始抽 OK 好 我们来揭晓答案咯 这我没有得吃拉萨 哎呦 真是注定的了 你前面都吃了这么多 拉萨 这次到拉萨是到我了啦 OK啦 好啦 那就让你来尝试一下这碗拉萨吧 好好好 我迫不及待了 我刚才看到了流口水哦 哇 这边的料真的是很多耶 哇 有什么料哦 来讲一下 它有虾 猪肝 猪肠 鸡肉丝 当丝 真的是很多耶 看到了 我都想要流口水了 OK啦 叫你来尝试一下它的虾先吧 你先看我吃就好 它的虾真的是很新鲜耶 现在我吃下它的猪肝 哇 看起来很好吃耶 你看它的猪肝 味给人那种很粉的感觉 它是蛮有弹性的 哇 它真的是很新鲜耶 我再来吃一下它的猪肠 哇 你看它的猪肠 怎么样 它的猪肠真的是完全没有那个腥味耶 哇 它整个它的猪肠啊 还是虾都处理到很好 都是很新鲜的 我再吃一下它的猪肠 我再吃一下它的猪肠 我觉得很嫩耶 它的猪肠 我觉得很嫩耶 它的猪肠 是吗 这样它的猪肠味会很重吗 真的是完全没有猪肠味哦 是真的 它整个处理到很干净我觉得 那我再试一下它的猪肠味 它的猪肠味道 它的猪肠味道是比较粗一点的 它的猪肠味道很不错 它不是那种 细了汤汁就会膨胀的那种 然后你咬的时候真的是 你咬很怎么一咬断这样 诶 那么这样子它的汤头又怎样呢 我试一下啊 诶 很浓郁耶 等下我还要再喝一口 诶 很浓郁耶 等下我还要再喝一口 真的很浓郁 然后它的汤味很辣 完全应该是没有辣度的 对我来说 哦 没有辣度啊 不好意思 是你蛮吃辣 还是说根本没有辣度 我蛮会吃辣的 哦 原来如此 OK 这样这碗拉萨一定是很碰你了咯 真的真的 而且它真的很大碗耶 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吃完 我帮你吃啦 不要啦 应该都没有抽到了 这个就是你的命了咯 诶 这样子它的巴拉萨你还没有试下咧 来试下它的巴拉萨咧 试下它的巴拉萨咧 怎样 它的辣度怎样 它巴拉萨真的很够味哦 它巴拉萨就会有一点辣了 我要把整个巴拉萨称进汤里面 怎样 好吃吗 满足吗 太满足了 真的是 哇 真的很饱耶 这样子你对这碗拉萨打得好分呢 我觉得可以给它满足 哦 这么高哦 OK 现在看着这碗拉萨的你们 一定一定一定要来甜心茶室 来尝试下它们的拉萨啦 好 那么今天这一集的全民推荐也是非常成功 耶 好啦 那么现在还有最后一个任务 就是我要把这一张sticker 来切在它们的档口 Let's go